披鵝的时候大伙都说让我预备一个残 残鹅残栏吗 残栏里咱们有一些得了 小痛痛的就沾着落呢 或者江不然来的时候 他不有那个瘸的吗 我就都留下来 这批我就准备不留了 就是包括他有腿瘸的 瞅着小点全部刷掉 直接就让他放上去了 发油那拉了 不留了 因为现在我的大鹅50多天了 一天还有伤亡 这种伤亡几乎都是腿软 不走道的 还在一天上忙个十来只 十多只 这样下去的话 因为他料也吃了 所有的针也都给他打了 这样的费用会增加咱们的一倍的费用 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认可从小就 这二天之内 咱给他挑明白了 最好不要有 就靠我现在这小玩意 不要他有瘸的 残的 短的 等收复的时候 我家没有残鹅 徐本老 不要说以后再有什么残鹅 你这不走道的 你瘸道理人的 咱以后在这种情况在咱家就是不会再出现了 因为残鹅 咱能不上车了 就是不给他上车了 咱也没有了 现在就从小就给挑掉 要不是吃完料了 你感觉你成功率很高 但是他吃完那个料 他也在伤亡 这样你的损失会更大 他是持平衡状态的 这是我目前养几匹鹅的经验之谈 大伙都说还能活 你养着 能跟刺痛孩好好刺痛刺痛它 让它能长大点 或者说你能卖 卖多少钱不都是钱吗 现在鹅这么贵 但是你想好了 他吃掉 比这个成本也是很大的 而且它还不一定活到你卖的时候 所以说这些问题一定想好 如果你想真正想把鹅养多养好 不像你养三五百只 千八百只 三天以内都不用挑 不用管它 没有多少残除 只要过五千就残除了 这样一定要挑五千以上 而且今年的成活率 不是想象大家说的那么好 成活率不是那么好 一定看好 如果谁再跟你说 99%95%的成活率的这种情况 平常要是不企业的情况下 我就开始直播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注意我的动态哟 今天我为啥说 站在高处 站在三轮车上 拍戴的视频 大家认真干 认真说 就是说作为养殖 你干活就是这样 你都会湿透的 今天想着是第七天 第七天我们就以同事为主 因为怕它通风 就因为你冷热 容易造成它病毒性通风 包括控料在内 我今天开始正式控料 上午六小时下午 就是白天六小时 晚上六小时 晚上六小时要多得多 因为晚上它排毒的时候 所以说晚上要通胜的时间 包括它控料时间要长一点 比如说我六点上料 七点八点都吃完了 从八点开始我控到九点 十点 十一点 十二点 一点 两点 三点上料 就控这个就算七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在这期间 我全部都是葡萄糖 小苏打饮水 葡萄糖小苏打饮水 一直都是这两天 因为这两天 如果你发现气温 或者你的温度控制不好 高低了 就容易得到通风 所以说你必须要预防和坚持做这些东西 而且我这么高的路的视频 目的是让你们看看咱家的小哥的状态 看看后边什么 都是趴着的状态 你看了吗 他只要不气堆 不是立着的趴堆 就没有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这几天是因为危险高发期 所以说这两天我争取 每天都在更新视频 有什么不懂的 尽量我这两天选择直播 尽量这两天我选择直播 告诉大家应该这些事情怎么去做 怎么去控制 尽量在直播间里 我们不要提起药物一类的关系 药物包括他的怎么样的使用的东西 尽量不要提 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用我的经验告诉大家 只是我的经验 我不是兽医 我也不是奶方面的卖药的或卖料的 我只是一个养额人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所有的问题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把每期的视频都看完 看完对你肯定就有一点点的提示和帮助 我家所说的取暖设备 因为我这个棚是专业拖温的 就是只要额拖温在这个棚里 就是专门盖了一个拖温棚 所以说用了一个热风炉 这个热风炉你可以有温控 可以有失控 就是说它的温度上来 它就自动跳 温度下去 它就自动升温 完了那个旁边那个看了吗 那个就是我家的水桶 那个是就是说自动上水 里边放个浮票 水就自动上了 底下那水管就自动上的流了 你就放着大洋的自己流 流到那时候长流水 就那边这边进那边出 那一只游水喝 记住一只鹅一定要一只游水喝 哎 神可以晚上可以补上 可以饿一顿 但水不能没有啊 这是我家的一个就是高端的取暖设备 我不建议你一年养一两万只鹅的时候 一年啊 就养一匹两匹三千两千的样子 不要用这个炉子 没有必要 这个炉子价位有点高 没有必要 就用咱普通的土炉子就可以啊 那个加温就可以啊 不用说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呃干一件事吧 自己正干就不要听谁说 自己不要说去看 去说一定要干 自己脚踏实地干 这个事你绝对能干明白 你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吧 不要不必去多说太多任何东西 包括我说的就是说 所有你们想需要的问题 我会一一的把我家的 都展示给大家 让大家去看 包括这朋友们问我这管是多足的 我说管是380吹 壁后是2.0的 那个叫380 呃九百一个控 九百一个控啊 完了高度是5米5 你可以不用见我这么高的棚 也可以卷成那种椭圆的 椭圆的棚有啥好处呢 两边都能周起来 通风效果好 就大的的时候 你要是养拖温棚 我建议还用高温棚 高温棚是啥好 第一省为第二阳光毒 就是这两点 你要是我说那种 咱们专制的养制棚呢 阳光进来的就是不是那么圆满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有臂就有利 所以说你自己看 你想养 是专门有拖温的棚 还是一直连拖温再养的都是一个棚 都可以啊 这种根据自己条件啊 你有啥的棚架子 你有啥的 多宽多大啊 小心见棚舍的 你最好你来我家参观一下 我一直在去设计 为啥呢 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花冤枉钱 都花走冤枉路 最后这个棚不行了 你还得拆 这样就浪费钱了啊 要想大干的朋友们啊 要小干的就无所谓了 你住舍都可以 对不对 住舍即舍都可以 都可以养啊 这颗录视频啊 也比较辛苦 因为这屋里是高温 一一旦高温的情况下呢 他就我这个电话就老关机 我就反复出了反复进了 这样是屋 人也容易感冒对不对 额来会进来会出也容易感冒 所以说呢 呃就是说希望在我的辛苦的 呃看在我这么辛苦的情况下 希望你们看到我的视频 呃给我点点关注 是吧 啊我希望我们在日后里边 能给你带来欢乐 带来快乐 也能帮助你 呃省点钱 多赚点钱 谢谢 又是水洗一天太热了 呃我再说一下你们就是想养额的 或者想了解养额的人 把这视频尽量看完啊 对你决定是有帮助的 呃今天小哥是第五天 第五天要为你的控料做准备 第二为你的防疫做准备 因为第六天的时候就开始做防疫了 明天早上就是我开始做防疫了 做防疫我再说一遍啊以后这样简单问题就不要回答了 做防疫就是让他三个小时吃完那料 再控三个小时就是上料一定在六个小时之前上料啊 比如说你明天早上八点做防疫那你就在这家上前六个小时上料啊 为了你明天做完防疫以后控料做准备升温做准备 而且今天呃在后半夜的时候把你做的防疫的疫苗拿在屋里 让他这个温度和他的体温差不多 这是一二今天晚上把多维都开始投上 明天一天一直饮多维水啊 这是我呃作为小鹅我现状非常健康的小鹅的来讲 明天就开始做防疫 第二最后一点啊 做完防疫一定把鹅挑出去啊 以后你看看我挑出多少鹅 我会在后视频中给你们看看我挑出的鹅 啥样一定要挑出让他直接就是说不让他痛苦了 直接就拖拖拉啊 直接就让他直接就完事得了 脚带他得了 所以不让他痛苦 所以说你们所说的舍不定千万别的啊 你养的少 你养的多你试试 你到时候你都管理不过来 有瘫痪的瘫痪 拖拖拉拉的养三四三四十天再那个没了 是吧一回事啊 明天做小鹅做防疫啊 做防疫的时候怎么样的打针 怎么样对要我再跟你们在视频里说一下啊 呃之前呢就咱就是说每天我只有变化了 我再更新啊 不变化了我不更新啊 因为一时说直播直播一直没有时间 因为现在 呃第一是我嫂没有问题了 第二 嗯 我家的那个浴土这块 包括我事太多了 就是时间推不开 等我想直播就十点多了 现在多了就是太晚了 也没有时就是咱们两个人都十点多都赶紧休息了 一天累的都不行了是不是 所以说我争取就是说 呃把这个段子一定给大伙做好啊 看这哈喽吧 瞅瞅 洗手 全洗的哈 看了吗 这就是小鹅第五天你就是 这种状态明天升温还是这种状态啊 呃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呀 等那句我们和好的话 可等到消速将大 半生风景半生梦跌跌撞撞 大家好啊 我今天更新我家小儿正式是第四天了 因为昨天发的是前天这样子断的 前天因为着急 呃那边的大哥下床就没有时间去 包括来客人 没有时间更新段子 所以说在日后的日子里 大伙一定把每个提示文献你看完 因为这个视频里边掺杂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因为有可能好几天 如果我没有变化的话 应该我为什么情况下 或者有突发情况下 我再发视频 没有突发情况就按照我这流程想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这个温度控啊 温控看了吗 这就是温控最好的温控啊 不要说谁说的技术好 这好那好不用行驾啊 还有啊一点就是说 呃咱家的小哥从现在开始 第四天开始往外挑了啊 你记住你的鹅也得往外挑挑 为什么要挑呢 因为这样这些鹅 咱里也半巴拉拉 他白吃饱白吃料 咋着你还得花钱 所以说你就把这些小鹅一个个的 能不要的叉叉全挑出去啊 挑出去这玩意就是咋整 他都养不活啊 你咋整赖了叽叽叽他也养不活 因为你脚子挺好 说一只十多块 呃加二来块钱 你再喂 等你到喂了三十年四十天 他死了 你这你闹什么闹嘴 对不对 所有东西咱们都是以事实情况 根据实验 听信 那什么呢 就是说纸上谈兵啊 纸上谈兵都能谈好了 我也能谈好了 没必要 咱们干啥事都认干 而且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干好啊 把小鹅养好 是你最终的目的 你为什么养了 养了干啥 那你得为了挣钱 对不对 钱挣的多了 你才能有机会养了 钱赔了 你有可能就没有了 对不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有上下部的额 上下部的额尽量别去养 那个你存活率极低极低啊 我现在就是给你们一个忠告啊 呃我争取今天下午 或者说晚上提前一点 呃尽量早点直播啊 呃 谢谢你们的关注 请你们多多支持 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可以多多提一下啊 谢谢 一定所有的视频你看完啊 看完视频你又有答案 我不需要再重复回答每一个 呃重复 简单的问题了 有只重复回答 最难呢 比如说你当时遇到紧急情况的问题啊 在直播间里回答啊 今晚我们还是直播间见不见不散 今天是第二天我说开神的时候啊 开神怎么叫开神就是用什么样方法 最好是用我看了吗 如果没有料的大盘就用这种的这种看了吗 把这个丝料袋剪开以后 给它这样涂 让每个小鹅均匀的都吃上那个料啊 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你这个上面如果干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被三天 如果湿的话就应该两天之内就撤下来一定看好 别有呃发霉变疹的情况或者潮湿的情况发生啊 看了吗 这就开始吃料了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 今天正式开始了啊 呃下面我再说一下我今天用的 第一天用的是什么样的药 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咱们才能把这个小鹅养好 怎么样去预防啊 我每期视频都会说的比较多啊 希望你们能认真看好啊 看完以后 呃 记住了 这个问题我不会重复再说了 因为上次说过啊 这次我接着说啊 那个我现在去对小鹅第二天的那个药 开口药啊 就是我们下午因为需要上料上药 呃咱们就是对一下那个 因为我这一边走着一边给大伙录嘛 呃 掐到天呗就敲毛枪指的整着我自己 那个咱看一下那个都什么药 我给你录一下 我就对了 下回你们就不要再问我了啊 问我我也就只能说 呃 呃 告诉一下啊 因为这个小鹅第二天的视频 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录制了啊 就包括什么药 我都给你们录在视频里面 咱视频就是有点长 我们大伙就是尽量看到完啊 呃 还有一个事我想说一下正好走在过程中啊 呃 昨天有个人从微信里问我很多事情 我说的我马上直播了不能单独回复你 夸家给我来个句话说好像你要礼物吗 我连话我都没说你问我的东西都我都是免费告诉你的 我还单独的私信你回了你 你说你问我在直播间里要礼物吗 哎呀我都给我干无语了 这些好人真难做呀 哎呀药药我搬哪下来 哎 这能看了吗 我用的是啥药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名字名字我就不能说了看好了 还还有这个啊 一万只为例啊 一大袋这个上个药是我要了 四袋半吨的水箱我用了 半桶的水对这些药啊 详细的东西我都在这里面 重复重复再重复啊 自己必须得详细看 以后这样的问题我不会再重复回答了 还有一个这个啊 这三个样要放在一起 你所买的东西只要是 国家标准的啊 果药准字的就可以啊 有生产批号就可以啊 不管你用什么牌子的啊 我说的只是我自个人见解啊 我用的这几个样药 每一样药我用一大袋 只有恩诺我用的少 用了三四袋 这个都是一样一大袋啊 这是小第二天饮水用的量啊 再重复一遍 一吨的水箱我放半吨水抽一半 对这些药啊一万只鹅的量 半生风情半生梦 跌跌撞撞在路上 付了青春付梦想 回首不再见过往 今天视频发的有点晚啊 先说后说小鹅厨啊 而且我要是对朋友的一种负责任啊 今天嗓子又有点严重 火有点大 我准备开始用药买药了 就是 弟弟给我买了好多药 其实挺感动的 打井打了一天半才出水 而且水也特别旺特别好 打了68米也挺好的 因为我在视频上给你们看一下 我再挺好看 所以这些状态 第三点就是今天我家的小鹅厨是第二天 第二天呢就是我说的就是说 用恩诺沙星 黄旗多糖 还有双黄莲 这几样药 我在视频上还有流程都给大家还在夹在里边 因为我对朋友的负责任 因为我那边的鹅大了 在浴厨期间我不进这个浴厨棚 就这个浴厨棚我是不进去的 呃 我一会就是通过窗户 给大伙露露小鹅第二天的状态 我们不进人的状态看看是不是 浴厨你要能达到这种效果 你养鹅一定会成功 也一定会赚钱 而且朋友们关注鹅的行情 不要关注行情 到日子该卖卖该运行运行 呃 该进厨进厨 呃 只要你成活率抓好了结果 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啊 我也不会因为呃 这些事情去各所有养殖户的 或者朋友之间的韭菜啊 呃 对于朋友的负责任是让我的厨就是说 呃 给你遇的就当自己的遇的是一样一样的啊 所有的疗程 所有的用药 所有的东西 我一向不会辣的 而且要比自己的还精心 如果是我自己的 我早就进棚了 因为不是自己的 更要对呃 朋友负责 对养荣户负责 所以说我一定要精心养好 精心对每一个信任我的朋友 嗨 打个招呼小鹅 用粉丝把我们的要求啊 我又做了一期视频 从小鹅的第一天开始到家开始啊 请大伙都认真看啊 而且要注意每一个细节 一定把我这个视频看完每一个细节啊 这样是会对你养额肯定有帮助 我们家到家第一天水 提前两天把整个棚的温度升起来 水要它变成是温的 第二就是要水里边加多维 让它饮水 自由饮食饮水就可以啊 放在棚里一直饮 今天就是让它饮多维水 不让它去做任何动作 没事就让它来回跑啊 今天是第一天不要喂食 就是饮多维水 我还会把在从一到17天的那个流程 还是每次发在我的视频最后方 有什么需求 那里边也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 一定自己认真看啊 那里边包括得什么 用什么药都有啊 一定看好认真看好 希望大家给我多多关注 多多 一群风归去来袭 繁华翩翩落满地 留下腿积 我依然在等你 看看啊 我今天把我的小哥下地了 下船了 你看我们东北啊 村草不省 现在都没有草 我这在树林子里边一点草没有 不像你们说的吃青丝吃啥呀 什么都没吃 只能在地上溜达溜达 让他走走 省得他腿瘸 或者腿不会走道 因为在网窗时间长了 是腿是不会走道的啊 他是瘸的 现在整个的全部 今天让他下床溜达溜达 我们现在我们的室外温度高 20多也就那样嘛 但是也有点凉风 但是感觉下床以后应该没啥太大问题 争取 一会儿我就给他进棚 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怎么下床 或者是说什么时间下床 你看自己的额的状态啊 出来一定让他跑跑 不管你有没有草 或者有没有料啊 都得让他下来跑一跑 有的啊 我昨天去送道了 因为时间的原因 还有好多事情的发生 我没有发视频 也没有直播 我今天先发我小船 小鹅下船的 明天我再发我送的啊 明天再发 希望你们多多关注我哦 嗨 我应粉丝宝宝们的要求啊 给你们排风 排了一下 我刚才在外面排 那个排风是中软的 就是比如说 等到十多天的时候 棚内的湿度 或者潮气还大的话 给放在地的中间 顺着放 就是放两个 都往一头吹风 就是顺着放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儿放西风的 放你西风的 那你 往这边有道着上的 有正着上的啊 这个你自己就是样的一顺 要是都样的西风 全样的西风 就从那头一指一顺着 再撒 全西风 这四个 因为我这个棚比较小 这是60米的一橱棚 专门一橱的棚 这是60米的 所以说你就用 三个棚上 那俩是各地的 加在 上面还有一个 那个安在墙上的 以后我给你录下视频 你看一下 墙上那个视频 你必须有的是旁边放个棉被 在三四天之内就给它放上 完了等到开通风的时候给它打开 这样你屋里的时温就不会过度的散发掉 或者跑掉 因为你很高的高嘛 那就往外跑嘛 所有的热度都跑到外边了嘛 还有我这个 大伙 应大伙的要求啊 你们尽量把我想讲的 想知道的视频你们看完 因为后边不一定有啥好东西 包括昨天说消毒的东西 我将今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视频的废户房 用什么样的消毒 完了我给你放上一个简易的东西 完了我给你手写上 你上网上搜一下 这应该能买得到啊 如果实在再买不到吧 我想办法看看 咱们是怎么能让它 让你们能买得到 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小鹅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做 出现通风 我这现在十天了 也出现点清晰通风 我这个通风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不是说你 就喂你多少料就造成了 因为我一直在控料 一直在喂葡萄糖和小树达 这次是因为应急造成的 因为昨天和前天我们这边沙尘暴 整个棚子都给他们给周开 说实话好多棚都已经 包括我们当地的那个彩嘎宝 养牛的棚都周开好多好多 所以说这个应急产生 炸炸的就停电一黑 因为咱俩小哥是24小时 一直打灯打的 所以说一一一 灯一关他就来回一顿跑一顿跑 跑出汗了 反正在屋内的时温在下降 就感冒所造成的通风现象 通风走了 咱不害怕 咱们就是不会像你想象的说大伙 不是炙热或者什么一旦得了通风 不要用任何药就是把通风治好 治好以后再治别的病啊 通风的要求我每期视频都会说啊 就一定是说通风在白天上午喂料 下午你就喂点白菜 喂点青草 你就不用喂料 这是一 二是就是说 葡萄小素材一定一直喂啊 就是到下午的时候 通风就是晚上 晚上一直通 通到第二天早上 到了10个小时12个小时通 绝对没有问题 一旦得了这种方向啊 没得了可千万别这样啊 有什么需要呢 就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呢 就是我还会在视频里体现 或者今天晚上我们将直播早一点 因为我后天明天要有事情 要去富二厂送蛋 我们到时候再把富二厂 咱送蛋的一个全程 用视频的测试展现给大家 今天晚上我应该是早直播一小时 晚上下播一个小时 因为我要休息好 因为我开车300公里 来回就是600公里 还得说不间断的开 这样事的话 因为咱们要把蛋安全地送到花场 才能付出小额的 咱们才能有钱去养对不对 还有啊 需要什么疗程的东西 就是需要什么东西 我都会每天 你们给我提提要求 一定打在评论上 你打在评论上 或者说打在我每个视频的评论下方 你多点点个赞 让上了一点 这样是我根据你的视频 根据你的要求 我在视频做下全方面的一个视频啊 要么我昨天说的几个 我今天看一刀提 也有事就忘了 对不对 记住我之前也是个白领 一个时尚的女人 因为我这衣服都是我原来不戴养殖时的衣服 我又拿走了 让大伙也看看 什么样的人都能干养殖业 只要你有恒情 只要你有定力 只要你想干 让自己活得更好 那就自己努力 自己干自己所想干的事 谢谢大家的关注 你多多点点小红星 这些来去都匆匆 有多少人们不知不觉身陷其中 忘了曾经那份简单笑容 把你的心给我 把你的爱给我 这样我才能大胆成 是有更多的把握 我要的也不多 嗨 这个谁也别说是一家小鹅没有死亡 也有啊 都有伤亡的啊 只是多少而已啊 嗯 养鹅就是一定看好温度 看看我鹅的叫声 现在这是 在这鹅已经第九天了 第九天状态还是很好 因为现在手势看护期 人家 要养殖后来讲是通风期开始了 一定要管理好和看好 还有就是说 别说养殖业都是 百分之成活九十九啊 一百啊 不现实啊 就我这养这么多年 我没说说我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我就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上下 这个东西 你不能用额外的东西来欺骗信仰的后 或者说 不懂的 来进入这个行业 还有我听的故事啊 我给大家讲故事也是 这个故事就是由来打来的 就是朋友之间说有一个人要养额嘛 就是养额告诉一只利润是八十 利润八十 我的成本都七十上下话 利润八十 咋来的 你那额是吃空气喝凉水长大的吗 喝凉水也得用钱呢 有电费呢 对不对 就是有些时候啊 要自己动他脑子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还有好多朋友问我浴火料的事啊 浴火料我正在跟厂家沟通 沟通好了以后 我会及时的跟大家说 浴火料怎么去拌料 用什么料 你的肉食额怎么办 你的肿额怎么办 都可以啊 这个就是等到咱们 我谈好以后价格 包括 因为这块 因为咱全部各地朋友拿的都有 怎么样 能让咱们自己 一起养额的人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啊 这个你可用可不用 也可以自己跟你们自己跟厂家谈啊 如果吧 主要是把他的配方和他的用法要过来 还有这个价格 你感觉谁的便宜 用谁的都一样 用谁的 我也是给你的便宜 你放心 这肯定没有问题啊 再有一个就是 还有好多朋友就说 想上我家来的啊 你要是家里有额的 或者是你是料厂的 或者是你是兽医 别说我不给你们面子啊 我院里现在好几万只鹅 包括肿鹅 你现在带着 现在情侣馆这么严重 你带着肿上我院里来 你不提前打电话 直接往我这儿院里闯啊 别说我不跟你们面子啊 最后跟你 最后跟你 要是跟你 咱说闹个不愉快 也倒是别怨我 别说我提前没有说啊 就是想参观那可以 因为他没有养过鹅 这边没有鹅的朋友 就是唯一我说的是 料厂的朋友们 还有受药的朋友们 我药也不用你 你不用上门来推药了 药也是 你能给我发药吗 你能够先给我发药 药是吗 你要是说药让我发来 我先试试也可以 药您让我发过来 我试试也可以 你看我试试好使用用钱 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前提也不要 私自闯进我的养殖区域啊 一定要在门外 跟我们打电话 跟我们沟通好了 你在那进来 不沟通好了 就像今天那个朋友说的 进来以后 别说我不给你们面子啊 不管是任何人 我这也是撑进了 好几百万的东西 你说进来就进来 造成损失 谁能给你承担呢 对不对啊 请所有的朋友要自律啊 我也是今天穿了一个 我火的那个视频的小背心啊 请不要在评论下边 评论一些用不着的 走老爱举报 那些有啥用啊 有啥意思吗 那没有啥意思 对不对啊 咱们大伙在一起 就是开开心心的 快快乐乐的 能多赚点钱 试点钱 对不对 我出这个视频 就是为了更好的 让返向创业 回家创业的人们 能得到一点指点和帮助 别的我也没需要谁 没 别的我也没有啥需要的 或者要求回报的东西 都没有啊 在这里又感谢大伙 在这里又感谢大伙的关注啊 谢谢你们的关注 多点点点小空气 让我让我的人气 多关注我 多多点点小空气 人气走起来 就是网床 是怎么搭建的 有多高多宽 房有多大 这是二一个是水槽的 又是什么样的最省钱 最方便 而且 呃用的又是经济又实惠 呃因为我这边也是在浴厨嘛 所以说这边的呃用的是最方便 最经济最实惠的 还有我还是将小鹅一到十七天的 整个的流程 放到视频中的最后方 你可以看一下 也根据鹅的状态 不要全身心去把我这个流程 没有用 你根据鹅的状态 随时可以更改 随时可以改啊 我现在就带大家看看我这网床啊 网牙有多宽 呃床有多高啊 我这是 这是五十这个柱 就这个柱到这个柱是五十高啊 五十高 根据你地面平不平 你地面的话我这底下是土地面 这个面你可以根据那个上面你超平一下 有高有低 我这边这个是最标准的五十的高度啊 下边是竹床看见了吗 下边是竹床 底下是用的那个钢管搭的架子 上面搁的那个竹床 竹床是多宽的呢 是长是三米宽是五十的啊 这是竹牌的宽度啊 啊你剩下就根据你的大棚的宽窄 来调节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往床那是我这是零点六的 零点六的你也可以高零点八的都可以 但是越小吧啊大了他分辨不爱往下下 但是呃不爱扛额腿大一点扛额腿小的时候看重一点 额苗要小的话啊 水桶上面有空调自动水线过来 下来以后看了吗 用这样的水管 这样的水管就是比较好清洗 完了小鹅喝水还容易满毒就所有的都可以够用 这就是下水管啊 那个是这个小细的下水管 难道大了再换粗的 小鹅的最佳状态啊 大伙所说的刀毛啊 我这也有刀毛的看见了吗 都有这个东西避免不 跌跌撞撞在路上 我这边的小鹅今天是第七天第八天了 也是进入危险期了 你记住啊所有的鹅 我还是啊状态放到最后的 包括养鹅的流程啊 包括怎么预防痛苦的流程都放到 视频最后发油鹅 写了一个小简易的那个流程啊 但是我这个流程也得跟你说一下啊 所有的流程里看你鹅的状态 根据你鹅的情况而定 不是你固定这么做就得这么做 鹅要是不发生什么突发状况 可以这么做 一旦有突发状况这么做就不行 比如说现在这个痛风现象 那好一旦得了 有可能你就不要用药了 必须先知痛风 把痛风搞好了再搞别的 要不你会加重它痛风的病发率 死亡率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看好自己 鹅的状态 温控一定控制好 温控 这个温控控制好是鹅的体感温度 而不是咱们温度器的温度啊 你得控制好七天 这时候就是说我一般的五天打个小温度跳一遍 就开始天天每天跳了 残鹅小了弱的 你那以后呢 你也可以高一边痒 也可以这间主要也可以都可以啊 自己一定要想好这个不是舍不地啊 一定要舍得地 不舍不地就是浪费你的资源 浪费你的钱浪费你的财力 人力都浪费啊 呃 还有所有的朋友 不要私信问我啊 呃咋样咋样 私信以后我不回了 评论区里见 你有什么大问题 评论区里见 或者说我每天直播的时候 比如说你来直播间也可以听 也可以看 也可以聊 咱们聊的都是实实在在 或者说我的经验而谈 包括我发生的所有故事 呃都可以来听一听 呃也可以问一问 因为私信太多我回不过来 我也看不明白 因为私信里边有太多 呃 重要和不重要的 有的没的的都说 所以说我不想回了 所以说你们要来晚上我每天晚上 都不间断的直播啊 不定哪个时间段 在直播的时候 我会提前预告一下啊 呃也谢谢大家 能晚间能来到我的直播间 咱们互动 想法怎么能把鹅养好 怎么能把钱赚到手少赔钱 嗯多赚钱 包括大鹏怎么建啊 温度多高空路多高 我我现在为啥看也去看着这个小鹅 这小鹅因为危险期了嘛 开始进入危险期了 进入危险期的每一天都要观察 每个每两个小时 三小时必须进风看一下鹅的状态啊 呃谢谢大家 关注啊 有想养鹅或者想咨询 鹅方面的所有知识 包括见鹅的知识 晚上来我直播间 海蜜蜂海 我深深的来 蜜蜂发味在我吃 我心里种下一颗粽子 大辣的大辣 呃这个鹅是我家的老四啊 大火小 跟我要流程的啊 要养鹅的这个流程的啊 不会让你不会收费的啊 不会收费的以后也不能收费 需要的帮助的 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啊 因为你们有的东西 要根据当地的小鹅的状态 根据当地的气候 根据当地 的条件去养那个鹅 绝对不能瞎养啊 因为这个鹅 你就记住 你看是绑马进来的 有可能骑电路三轮出去 进这行业就是这样 因为鹅是小众产品 不像鸡和猪 它能上规模化 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所以说 展示标准化是很难的 展示也做不到 呃 我一会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 呃 父母 我这折在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 呃 让你们看一下啊 不是每个人 呃 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 我不是 人说说 只要乡下人 包括农村人能有工作 能让农村不空村 就这一个 呃 信仰 一个终止 呃 马上给大伙去看 总的 父母疾病 总的 看吧 都下蛋了 看了吗 现在是满场地 能剪小金蛋 哈哈 呃 这个是纯纯店 三花种鹅 呃 呃 想养种鹅店 也可以执行我 呃 想养肉食鹅店 也可以执行我 虽然说 我不懂很多技术 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我用实践 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 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 养 养的种鹅 怎么养的肉食鹅 我用我的实践 来帮助 呃 大家 帮助各位 帮助想回家养鹅的朋友们 而且想重新创业重新起来的朋友们 因为这三年疫情有很多人因为 呃 好多行业 对关闭和倒闭 都想养育业 但是我劝你 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就像咱说的 呃 你吃饭 你还有咬舌头 咬塞巴巴巴的时候呢 你鹅 养鹅更是一样 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 挣不挣钱 你根据你自身条件 自身情况 能不能干 你不能天天吃饭 你还有咬牙 塞牙的时候 你就别说养殖了 必定他是给你赚钱的东西 而不是是必然的东西 我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 马上 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 我家老三有点怕人 就是棚里一半外边一半 呃 因为那个他都40多天了 呃 还有几天就还有个20多天就出栏了 呃 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 挖挖跑 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 水线和料线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 一去不跑 呃 他不要就是怕生 人生 呃 还有啊 你 最近想养额的一定要慎重了啊 因为马上快到 呃 你在现在定苗的话 还还能有一批一批苗可以好养一点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建议大伙啊 养新养的养殖户 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额的时候 疾病高发期 水高发期 所以说呢 呃 我的提醒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 多多 呃 关注我 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 呃 我将 不会 以收费的形式或者以 各种名义去 对养额 知识和养额实践来讲去 跟任何人 任何事情去收费 我也希望 呃 短视频平台 借助这个短视频 平平台 把我所认知的东西 把我所养额的经验 传授出去 让大伙更加 认知一个养额的一个基础知识 养额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呃 不让所有的一些包括料草 受药包括中年商去 割老百姓那点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不要让他们把这盘韭菜给割的 连根都不剩 呃 谢谢各位了啊 帮我多点点小红心 多多关注 我心里中加一颗粽子 啦滴答啦 呃 这个额是我家的老四啊 大伙小跟我要流程的啊 要养额的这个流程的啊 我今天在视频最后方又手写的一个 小草稿枕 给你们放到最后方啊 最后方 记住了 不要再私信问我了 我跟你们做一个流程了 做了已经 做到最后方 啊 还有所有人说我啊 呃 准备要收费 你记住 呃 我暂时 包括以后 在养额方面 我绝对 包括我的养额技术和支持 绝对是免费 不会让你 不会收费的啊 不会收费的 以后也不会收费 需要的帮助的 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啊 因为有的东西要干 根据当地的小鹅的状态 根据当地的气候 根据当地 蔬菜场需要的品种 不要瞎养 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 或者说我跟你听 你也养不了 根据自身 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 去养那个鹅 绝对不能瞎养啊 因为这个鹅你就记住 你看奔驰宝马进来的 有可能骑电路三轮出不去 进这行业就是这样 因为鹅是小众产品 不像鸡和猪 它能上规模化 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所以说 其实标准化是很难的 简直也做不到 我一会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 父母 我的种鹅 再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 让你们看一下啊 不是每个人 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 我不是 我只是说说 只要一套乡下人 包括农村人能有工作 能让农村不空村 就这一个信仰 一个主旨 马上给大伙去看 种了 父母级别的 种了 他们都下蛋了 看了吗 现在是满场地能捡小金蛋 这个是纯纯店三花种鹅 想养鹅店也可以咨询我 想养肉食鹅店也可以咨询我 虽然说我不懂很多技术 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 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 养人们养的鹅怎么养的肉食鹅 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 大家帮助各位 帮助想回家 养 鹅的朋友们 而且想重新创业 重新起来的朋友们 因为这三疫情有很多人 因为好多行业的关闭和倒闭 都想养育鹅 但是我劝你 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就单单说的 你吃饭你还有咬舌头 咬腮胖的时候呢 你鹅 养鹅更是一样 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 挣不挣钱 你根据你自身条件 自身情况能不能干 你天天吃饭你还有咬牙 塞牙的时候 你就别说养殖了 毕竟他是给你赚钱的东西 而不是是必然的东西 我再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 马上 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 我家老三有点怕人 就是棚里一半外边一半 因为他都40多天了 还有几天 还有个20多天就出来了 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 挖挖跑 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 水线和料线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 一去挖挖跑 他就是怕生 人生 还有啊 你最近想养鹅的一定要慎重了啊 因为马上快到 你在现在定苗的话 还能有一匹一匹苗可以好养一点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建议大伙 新养的养殖户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的时候 疾病高发期 雨水高发期 所以说呢 我的提醒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 多多关注我 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 我将不会以收费的形式 或者以各种名义去对养额 知识和养额实践来讲去跟任何人 任何事情去收费 我也希望短视频平台 借助这个短视频平台 把我所认知的东西 把我所养额的经验 传授出去 让大伙更加认知一个养额的一个基础知识 养额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不让所有的包括料草受药 包括中年商去割老百姓那点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不要让他们把这把韭菜给割的 连根都不剩 谢谢各位了啊 帮我多点点小红心 多多关注 这小哥刚做完防疫 我把料已经上好了 但是他不怎么爱吃 因为早晨咱们空调嘛 说五小时这不能吃料 打完这以后上完料也不爱吃 你看他就老是在那趴的 但是一定要控制好 保证几下几点啊 记好了 第一不能让他气堆 保证温度的上升 刚开始一定在打针之前放风 让他凉一点 一会儿来回跑 来回跑 他会出汗 热嘛 眼睛太大了嘛 降温完事 打针过到一半以后 马上这边就开始升温 升到让他在平枯在这个铺上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额体的额 额的最佳的舒服的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的打针 会忽冷忽热 他会有应急 晚上后半夜 争取再放点抗病毒的 管感冒的药 上一遍 给他上三天 这样就防止后期的感冒了 或者是别的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吧 就包括这个冷热引起的这些感冒 都可以预防一下啊 呃 还有这些带节奏的啊 你们不要带节奏 我不比那些 你们老举报我干啥呀 你说天天举报我有啥意义吗 我不比坦胸露背的好多了吗 我是讲一下 因为我们回家创业的这种坚信 包括我养育的过程 讲讲我的生活态度 我不比那些天天跳个舞了 扭屁了我腰了 不强多了吗 我只是讲了一些有用 对农业对农业发展 包括乡村里边 你想养殖想干这个事业的人 一个提醒一个帮助 而且我这个都是义务的 但是你们说这些东西 老是给我带节奏 明天我会给你们发 我的小儿 今天这不是这边做的那个 这不是就算老三吗 那边还有老四 明天给你们发发老四的状态 让你看看 往后再发点种额 让你看看 我是一个厂子 不是我说的 我到这拍点视频就走了 到那拍点视频就走了 我也不是兽医 我也不是料厂 我只是一个合作社 是养种植合作社 你可以查一下我 都会查 我到底是干啥的 不要带这些 这个节奏 那个节奏 还举报我 有意思吗 我说的这些 包括给以后的 年轻的人想返乡创业 打个标杆 我们一定要热爱农村 不要让农村成为空村 老年村 这是我最大的宗旨 所以我在这边 我建了两个厂子 一共12栋大棚 每栋大棚有300米长的 有120米长的 有70米长的 一共是12栋 所以说你们不要给我带这些 这个节奏那个节奏 任何人想来我厂区学习和看额 包括想要干的 不要你养个三只 五只 十只八只 三百五百 你也来找我 我们没有那时间去给你 因为你几百只额 去服务这些东西 我目与真正想干事得的 干大事得的 把农村发展好 要农村的 年轻人回村有工作 这是我的宗旨 也感谢大伙的关注 谢谢你们 嗨 看看我的手 刚上完料 我家小哥今天是22天 明天就开始做防疫了 防疫有几项注意事项 你听好了 一定听好 认真听讲 第一 在做防疫的前五个小时 不要尽量 在头一天 就是今天就开始 22天开始饮多尾水 做完防疫以后 是最重要的 温度一定要升上两三度左右 让小鹅自然而然的去走动 不要去碾 也不要他去蹲 他的体感温度就想 感觉到舒服 然后他自己就散开了 还有一点就是 不要去碾他 一定不要去碾他 因为做完防疫本身他就应急 因为天数大了嘛 就比如说 六天在做那个防疫的时候 那没问题 这个现在太大了 二十多天了 做这防疫 一定不要去碾和赶他 让他自然而然的爬 自然而然的去吃吃 让他自然流动 不要碾 我要去那个 让他扎堆 一定要他体感的温度特别好啊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 完事以后再饮一天的多围 记住了啊 打这个防疫的时候 我要把一个油的头头包包 再用咱们的那个那个疫苗对在一起 一定记住了啊 我只能分享到这些 但是现在好多问题 都是发完视频 直接限流了 发完视频 给我就不让播了 不到什么原因啊 咱也没弹胸露胃 咱也没打地 但是不到为啥 啥原因我不懂 就给我限流了 你们要是看好了 记好了 限流我也不会重复发了啊 一旦要是说不让播了 那我也不能重复了 我希望我的视频能给你做一个提醒的作用 也能帮助你在养殖道路上少踩坑 呃能净少减少伤亡 呃 在这个高温前往下干活 而且是很累的 看就是说你啊 你多高的温度啊 鹅都那么大了 还不脱温 我们在边现在晚上是零下 就是零下 四五度 而且现在有的地方都已经下小冰暴了啊 下雨了 就是鹅不脱不了温 不敢脱温 脱温容易感冒 呃 温差比较大嘛 所以说啊 你要看我最后我小鹅吃舌的状态 今天我们正式加叉了吗 给加了四顿 原来两顿现在变成四顿 但是每顿的量还是第二呢啊 每顿我加了四顿 四顿 呃也看看我的小鹅长势好不好 长势大不大 哈哈哈肥不肥 呃 还有一个就是 呃有人问我的棚子啊 包括你说的啊 你饿不死啊 饿谁养饿没有不死的 我不敢保证 我养我也不能保证不死 我也不能屁屁都好 对不对 这里你看你自己的管理的心系啊 呃 我说死多了 你说看 就是巴巴的人说 养不好吧 我说死少了啊 他这么吹牛逼砸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 只能说 用我适时行动 看我的鹅养的好不好 状态啥呀 只要你按照我的状态 看着我的鹅啥呀 你的鹅 绝对状态就是最好的 而且你的鹅 伤亡率绝对极低 你不信你就从 到一天你一直跟着我的视频走 你养鹅看你的成果率是多少 但是不能 气温忽高忽低 一定保持我始终的鹅的那种状态啊 鹅的体感的温度 不是你人 不是你温度计啊 不是你大鹅整个的温度 是鹅体感的温度 记好了 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感谢大家给我点击小红心 谢谢啦 希望我视频能帮助到你 我家小鹅是今天是二十天了 为啥没发断的呢 我后来说啊 先说是小鹅二十天开始可以加料了 我是加了四顿料啊 每天喂四顿了 从现在开始 秦味还是秦味稍微保持着有料 能间隔一小时没料 比如你第一顿上完以后 一个小时吃完了 第二顿隔个四五小时上第二顿 完最小第四顿 您今天开始正式加料 加到四顿料啊 我也还是说最后 我还是把小鹅在吃料过程中 包括他的状态发给大家 包括我的小鹅二十天了 马上又开始做秦味稍微保持了 我准备跟我们这个算是老三的 跟老四一起打 老四打小鹅呗 因为现在刚到的嘛 嗯 这 老三打起流感 来一次打这个那个防御队就可以了 两边一起打了 嗯 打症之前 我准备给他预防一下感冒药 预防一下 包括这两天不也是降温吗 再喂点预防一下 可以就是压一下 预防一下啊 姜末痒了 会感冒了 这些药再压一点 中药省事实际 也可以加西药 也可以干了卡吧 大伙自己看啊 根据自己鹅的状态 平一块 怎么去动 怎么去喂 大伙自己跟你啊 我再说一下这个踩坑的事啊 踩坑是一件啥事呢 是我买这个水槽 很好 很方便 包括额也淹不着 特别好用 唯一一点不好的原因是 如果你 用葡萄小树桃通顺的情况下 它有沉淀物 这个沉淀物呢 就会这个整个的水管 毒水管就通知了 就变成我现在 这个劲 可乐乐团 这些都是水 包括看了吗 牛排也划伤了 看了吗 包括这边 这边胳膊全是小红点 全是小红点就是个的 滑的 所以说你要是想养鹅 你就得精心精细 自己想好 每件事要讲究技巧 而且每一件 每一件事情都要细细到极致 你自己吃辛苦 你才能养好鹅 如果不是自己管理 如果不想 还好好管理 包括你雇的人也要一定要负责任 这样你的鹅才会养好啊 水桃大伙再想想啊 看看什么样的水桃好好使吗 我的水桃就坑了啊 自己注意一下啊 请老姐们多点点小红星 多多关注 谢谢 太漫长却知不知 吃天涯间 水仍既 那里 欢若 像世界 我这 一上边进去 这门 哎呦 看看啊 我今天特意 把这个 角度调高了一点啊 让大伙也能看我的小哥啥状态 看着小哥的叫声吗 多脆 多吵了 啊 我也很高兴 咱那个 好小朋友们 还有老朋友们 亲朋友们 包括咱粉丝团队的朋友们 啊 你们认真 真的看我视频了 我上一个视频 把小苏打和葡萄说反了 真的有人还能反应过来 有人说的 你说的是不是说反了 确实是说反了 我就 希望所有的人 看我视频 能把我的视频 你看完 多多少少 对你肯定有点 启 如果你想养鹅的话 你肯定你在这里边 学到你想 知道的东西 但是呢 我不会说啊 为这个为大了长得大 我肯定不会说 我只是凭我自己经验 凭我自己养的这个现状 给大家说说 我家小苏今天正式的话 是16天 因为我15天那天 我不喜欢了吗 也是上一个 是不是前一天 我出了点意外 我发生断 今天应该小苏是已经16家了 我今天最后空一次料 明天准备 夹料 但是也不能上台所说的 随便 不可能 就是半袋半袋的夹 半袋夹 就是比如我现在一天起袋吧 起袋 那我就可以加到起袋半 明天就是一点点往上加 看鹅的状态 你记住 羊 所有人一定看鹅的状态 不是上你所说的 这温度咋调啊 多度啊 哎呀 这鹅可痛快了咋办呢 招咱都有 其实看来 用不用 这个葡萄水不是说 你就让它饮多少斤为止 是让它饮够时间 这时间够了 你可以放了 扔了 不要 只要饮够时间 它把这个 酱酸液排一排 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症状 现在是啥呢 只有说 卖药的 或者是说 厂家的人 给你们建议一下 用些药物 不要用葡萄水素拉来通肾 或者说控料 把鹅都 就因为控料 而给了控风 那我呢 到现在没打地 也许这个季节也有关系 我跟大伙说一下 季节跟通风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季节的通风本来就少 伤励本身就小 谁说啥没有用 你说不得通风 本来他也不爱得通风 那咱们呢 是有预防 一个有预防 二是也可以治疗 这过程中 我的预防就等于是治疗 在他来 那几天 咱预防好了 几乎都没啊 就是一摘一摞就过去了 就特别好 不会像你所说的 大大小小 全处问题 看我的鹅 你只要我在这 你看我周边全来的鹅 只要你说话 哗哗全来 来他在吃空气 还是那种状态 就特别健康的一种状态 还有不明白的 大伙我将继续分享我每天的料水 饮多长时间 还有用的什么药 大伙可以根据你自身家里 在什么地方 根据你当地有什么的药 可以对正下药 就是我说的这种 我用的这种 可以用香毒的药物来代替 都可以啊 不是固定必须用它 或者固定 我必须怎么怎么定 没有固定的东西啊 养的没有固定东西 还有想来学养鹅的啊 咋说一下 我这一题就因为 好多事情 我将在以后的视频慢慢分享给大家 什么原因造就我今天这个 鹅出现这种状态 或者那个鹅出现什么样的状态 我会一一跟大家解释啊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都没有收铁的 今天我的小隔 应该是第15 15天了 15天 昨天那段子没有发生 因为出了点小意外 这种意外说啥呢 就是 危险时刻不来 所以说我提醒 开大车的朋友们 没事检查检查你的轮胎检查 检查你的车 在行驶之前一定要检查 因为我昨天 影面过来的大车轮胎 掉下来了 给我也打上了 所以说这个危险是 非常非常严重的 也是意外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起来 我很庆幸 我也很 特别的高兴 我还能站在这里 还能给大家继续发段子 今天发段子说啥啥呢 你不要问我 小苏拉多少克的 葡萄糖是啥样的 人用的 不管你是多大克数的 我用的全部是人用的 比例1000比3比10 1000斤的水 比例是3斤的葡萄糖 10斤的小苏打 再记住了 不管你多大含量 要我要饮它一般的10个小时左右 必须超过10个小时 如果严重我就超过10个小时 不严重我就10个小时左右 饮时间不看你用多少 就是1000斤对这些 饮够这长时间就可以 不是说你就1000斤水完事了 不饮了 停了 我再次发一遍 不要私信问我 再问我这些问题了 因为我是 按照我的经验 按照我养额的方案 按照我养额的标准 告诉大家的 你可以学也可以用 也可以不用学 你也可以跟你当地的兽医 给你开的药 怎么去喂怎么去养 都可以 实在说 整不好了 可以看看我的经验 也可以 今天的小鹅就是 啥状态呢 就是让它现在不管温度 你不要看说 你的多少度 几天多少度不用看 看鹅的状态 鹅的状态什么样 你的温度就会是正好 我现在的鹅的状态啥呢 吃空气 懂吗 就在 张嘴哇哇刀 空气 听了这声了吗 听了 听东西 再有个就是他刀槽子 那个刷刷刷刀槽子 完了自己来回去走 自己就来回走 这就是我现在小鹅的状态 再有两天 我也就不用控料了 我是控料从 七八天开始 一直到现在就是两天料 每天都是吃三四个小时 现在也就吃两小时 我空了八个小时 你就想想吧 就是每天吃三小时 空了二十四三小时 反正一天就二十小时 一直是中间空了 一直让他多喝水 骨汤水了 包括白甜的 他们有的药 包括这个保肝护身的药 你都想好 一定一定的啊 我今天发一个这个段子啊 有在节奏的 或者在我评论器评论的 我也不想放假 去说别人什么 我只只想做好我自己 良心做好 我才能有 遇到危险那一刻 我能 跨险为夷 多谢大家的关注啊 谢谢 今天你我家小人 十四天了 我还是以 大通风为主 啊 要适应现在的温度 啊 现在把我这边早晚温差不算太大了 还可以 一定让他 很稳 就包括我现在最 视频的最后 我将把 温度控制在什么状态 就是小鹅的状态是什么呀 你就是按照那个标准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还有就是 总统说朋友说 那个 养额啊 昨天接到一个 片话啊 也是 粉丝朋友的电话 他说他想在一个 比较偏远的地方 有草场 但是没有棚 他说我给他打过去 说我不建议 那老远去去 来回的路途是一方面 再有一个跟前没有屠宰场 没有一个拉鹅去 愿意去拉你那个鹅 因为距离太远了 这些 钱都瞎放在距离上了 而且你没有一个真正懂的的人 还是养不好 因为那边问题也大 所以说呢你要选择 看看找一个什么 能适合于 你能管理好 而且就近 能拉到图案场的 场地去养额 绝对是没有问题 这样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因为所有的建筑 你一旦投入在那个地方了 你已经投入了 你没法 拉走 那就是费铁一堆 最后你只能是损失这些成本 你养额再养不好 再赔一点 所以说呢 最后有可能 落一个血本乌龟 这样的 栗子 接接都是啊 不会说一笔两笔 因为 都是因为啊 我就找一个地方贪图点便宜 就是这个 草草 吃的草 养额嘛 然后在这盖草 这个不是说你想盖 想建一下啥 我 就是永远都是让 新返乡创业的 或者 呃 心想养额的人 轻之产运 什么要轻出来 就能不要自己去建筑的 就不要自己去建筑 大 刚 大张 扩讽去干 因为我这个这个坑就是我自己清新过来的啊 我就是因为 极简极简极简 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 别看我额养的这么好也是因为钱赔出来的 也是没有回到成本的下至上了 所以说你得找一个 比如说你想跟我干就离我近一点的地方 因为你额有问题了 或者说尿了 或者要了 或者苗了 咱都互相有个照顾 包括你卖额的时候咱也可以有个照顾 但是太远了 我们也照顾不到 包括现在老鞋都来电话说啥呢 我额就是粘吧 干嘛 其实这些东西吧 我不管 妄加判定是什么毛病 只能说那你得找你当那个医生去看一下 判定对错我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吧 我不能判定 我不能误导你 所以说有些事情 如果你们想真正想想 都是想 咨询呢 还是感觉我视频做的听不明白 或者我还差点哪想学的 可以来到我场地 也可以进到我场地实际 实际跟踪几天看一下 但是尽量在我来苗之前你来 比如说我现在后天又该到苗了 来苗之前你跟几天 你不能说你 只能听我说 你就是摸索去咬 这样是永远都会失败的 我明天将去送蛋 明天的更新段子有可能是别的 就是大伙说我棚不好 伤毛率大 包括那些通风怎么怎么地的 我将把我每批的鹅给大家的视频里看一下 包括第一批第二批包括总鹅 让大伙看一下 到底是我养的不好 还是你说的你健康健的不好 还是你说的必须得用这些药才能养好 还是我纸上谈平 如果你们再不服 可以来跟我挑战一下 你来咱们试试 看到的是谁行 你不行 谢谢大家多多关注我 今天我家小孩小月13天了 今天我下午醉了点黄奇脱堂加上卡巴 就是怕他防止他这两天得通风发烧 所以提前我就预防一下 因为这几天是最危险最危险的危险期 你一旦控制不好保护不好的话 他就会得通风完了 就将过眼后续的一系列的病 他都全会跟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 一定把小鹅保护好 伺候好 你才能挣到钱 要么你挣不到钱 还有几件事想说一下 那个大家就往后看 你对你肯定有用 不管你啥时进厨 现在我出现那个富二场脱单现象 脱单现象的苗不是不愿意让你要 也可以要 就是这样脱单现象就是现在恶性循环 咋恶性循环 就是这个苗一旦出现脱单 富二场不想少赔钱 甚至不赔钱 怎么做到的 但是细情我不能说 第二个是啥呢 养殖户 你不要了 你要就是不养了 或者怎么样 这是出现脱单的 这是很正常的 你如果想养 你可以根据你 知根知者的富华场 了解的发生 做人比较 怎么说 我做人就是比较诚信的 这样的富华场去联系 他卖给你的苗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想想 减着便宜 所以说减着那个便宜 你不一定减到真正的便宜 好比说吧 我自己也捡过便宜 我自己也捡过便宜 5块钱 3块钱的储 咱都捡过 其实捡来的一个储 伤亡率会很大 伤亡率大 成果率就低 但是你要是买好储呢 华场再挣你点储 富华场也挣着钱了 咱们成果率也高了 咱们那成本也会降低 不要看眼前的那点利润 那点钱 给你省个快报码钱 两三块钱 你以为两个储 都丢一个储 其实不不一样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或者说还有发场呢 从南到北钓 钓苗就是钓上面苗的 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苗它是从 不是他发场出的 从他发场钓 就给你便宜 他的苗可以卖贵一点 好苗我卖点 我钉的苗的时候 如果我出现那种苗我赔钱 但是我给你从别的那种手拿的苗 我不赔钱 我能挣钱 所以说呢 走有些东西大伙 一定要自己动动脑筋 为什么要便宜 便宜没好货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伤亡大 你假如说你感觉伤亡的伤亡大和储 有一定性的关系 和你管理有一定性关系 不可能全赖苗 也不可能全赖自己 你的管理上能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呢 苗的苗的质量也就占那几层 所以说那好多东西 一定要自己看好想好 不要认为便宜 我就上便宜我就剪 这个东西真的便宜没好货 记住了 这不都想看我家是怎么取暖 怎么卤筒是怎么来的吗 我家的那个卤筒看一眼啊 顺着我手看一眼 都从那个 鹅的上面一点 把炉子过去 外边搁点引缝机 底下用的是鼓缝机 有些东西吧 你不是说 我是怎么样连 你就应该怎么样连 根据你的棚的大小高矮程度 来划分你这个鹅棚的取暖 怎么样取能好一点 自己设计一下 还有就是今天那个我家小鹅就是11天了 11天了 但是现在呢有点啥事想说一下呢 就这人咋有这么臭不要脸的 你咋还用咱家的图片 用咱家视频说吃他的药就好使了 为他的药都毛长得好 鹅长势均匀长势好 只知道药脸的人 你真抽不药脸 我最后把在我的视频最后方 把这几个人的 号我发上去 大伙就注意一下这些人 说吃药啊还是 喂的啥呀 咱也不清楚 我是没喂过啊 也没整过 我测试再声明一下 把他们的所有的人的那个账号和名字 我发在我的视频的最后方了啊 自己看一下 还有就是这个取暖这不刚说完了吗 就是这个通风 通风怎么通呢 你别说啊 你的鹅多少度 你加多少度不要看 看鹅的状态来调整温度 什么叫技术含量 这才叫技术含量 其实养鹅有技术吗 没有技术技术含量就在你的温控 怎么温控 你比如说是鹅就看鹅的状态 不要看温度计 也不要看你炉子稍多红 没有用 看鹅的状态什么样 鹅的状态是散的 就是几个拈到一起趴着 没有问题 别都漆上小堆小堆小堆的 那就温度是 要不就矮 要不就过高 还有一就是通风 我家看后边那个亮点 那块就是通风口 那边是窗户 我对面是有个 引风机来回拍风 这是一 二 门 门也可以拍风 门底下一定要放塑料 高于鹅的 你的上面一点 不要让它的风直接吹到鹅身上 也不要让它有过堂风 就是这两个是重点 再有什么需要 或者说有什么想问的 我将下棋 慢慢的 因为这两天鹅不烧热了吗 我也是急等 看着这个温度 完了休息不好 就是视频做的少一点 将在最后我把这个鹅调整好以后 我将每个老铁的 问题将一一用视频 给大伙展现出来 谢谢你们的关注 给我点点小红行 关关注 谢谢 今天我说说我 这两天没法断的这个事 7天的时候 第8天的时候 我说控料做那个准备 我跟大伙说了 其实 包括第9天第10天 都是两顿暗顿喂料 就这小鹅大伙都记住了 就是 想养鹅的朋友 想反显创业的朋友 你把我这段视频看完 你才知道你有没有那肚量 能不能回家干这事 以后你能不能做这个事 你能不能把这养殖养下去 说的就是啥呢 我在昨天是9号 我去送总办 往花卡塔的时候 这个 额处伤的热了 就是 温度没控制好 现在我这小鹅跟水洗的一样 包括今天 这是第10天 今天下午 又给我凉了一下 工人就是炉子没有烧好 炉子天没天晚了 先给我上去料 后弄的炉子 这个 怎么说就没弄好 而且这是 不让大伙来 跟我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 因为我这是1万只小鹅 是 我的辛苦的钱 我的心血的钱 也不像别人一样 就是说 给你录我家的那个图片好的鹅 坏鹅不录 说的都是假话 我把我真实的情况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现在我这个小鹅状态今天缓过来一点了 现在已经很好了 要不都跟小鸡蛋水洗一样 就是水洗的原因就是1 你 温度低也一样也是这种状态 你温度高出汗也是这种状态 你想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这个鹅就会感冒 也会疾病也会来找上来 所以说呢 你要在这个阶段一定把他的这个温度 怎么调整好 给他用什么样的 营养的东西 或者是你投点中药感冒的抗病毒的 都给他投一点 让他好一点 能欢税一点 一会我会给你看看我的小哥 现在的状态 如果你没有这点主料 就这1万只额多少钱 你想想 你的损失就是在这上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伤亡率就会稍稍增高一点 因为本来没有那么的伤亡 你有可能是因为他伤亡一倍以上 所以说呢 你要是看好你的损失 和你掌握不好的情况下出现的后果 你再想想你这个鹅还能不能养 你这个创业做养殖 这个鹅都说怎么教 就是你在我这学 让你来干 也有可能你整不好这个温度 掌握不好这个温度 所以你鹅才会出现问题 昨天就有人说我了 你看你还得露你小哥的水洗了 是水洗了 我也把我现在的真实情况 跟这些你们小小鹅的 喝者是刚要养个不懂小学技术的人 自己看一看 自己能不能重受这种压力 如果你能承受了 那你就可以养 因为这批不好 你不还有下一批吗 总结经验嘛 就像我的衣服 天天是精湿精湿的 湿不是因为我捧湿 有人说我你那捧潮啊 你得到通风啊 怎么那么的 我这鹅今天10天了 我没有得通风 就是因为忽冷忽热 给他弄了稍微有一点点感冒 也没有啥大问题 我是因为我烧煤 这个炉子的加温 你看我后边有个炉子吗 加温所造成的 因为我出汗热 所以说就我还特别爱出汗 就是造就车现在这种情况 嗯我一会给你们录下小鹅啊 在结尾的时候看看我的现在的状态 你如果能接受这种状态 你就可以跟着我养 找到挺好 就是跟 哎呀没毛的整的光出乎的 丑死的看看这两天 找准一下 找整个小视片看看啥样啊 这是我家 放开手脚让学徒干的 第一件事 今天我的小哥是第8天了 看看这就是我上完料的状态 第8天你注意是啥呢 注意第一 因为开始通肾了嘛 昨天开始 第7天通的肾是 怕潮湿一定做好通风 温度一定不要过于低 还是高一点 呃再有一个就是 呃上午还是 早晨4点开始贴料 争取在4点半之前贴完 贴完以后就还是饮这个 水 昨天我说的饮点水 但是这个水呢 今天 这个点给他改成 呃抗病 中药啊 改成中药的 一方感冒的药 给他投一点点 投完以后再投 呃鲁糖小苏达土肾 这个下午的料 还在第7天 单独我发那个视频一模一样 就是上完料 涂肾 呃 那通肾唯一的一个要求 还有啥要求呢 就是你在鲁糖喝小苏达的水之间 必须让鹅喝到清水以后再去 对周药 呃我这都是一些自己实践的小常识吧 呃希望对大伙有什么帮助 呃今天呢我准备 呃我总蛋又出了一批了 呃因为每周都清淡嘛 我把总蛋送到花场 付小额了 就该有小额了 我是早晨 跟大伙发断 你就说是四点上完的料 四点二十对吧 我现在是两点下午的两点 四十九分 又上完了第二点料 上完这料之前 一定要通肾 怎么通呢 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用的是人用的土豆糖和小苏达 比例开始饮水加上上料 饮完水 今天的成熟就饮这个水了 呃料链就不上了 这叫控料 试完这些料 呃就不让它吃了 就一直饮土豆小苏达的水 我不喜欢用药 原理是 是药三分毒 不管人也好 饿也好 咱你考虑一下子 呃我养额就是按 呃人出现问题的情况来养 比如说用这个 咱尽量用人用的 比较好一点 成分也比较高一点 就上完料啥情况啊 现在药团人必须得吃苦 不吃苦肯定不好吃 你看我这个啊 所以你看一下吧 哈喽 这不行 都是水 你回来呢 咋还哈 看滴的水了吧 全是水 这就是上完料以后 的状态 你说你不吃苦 你不认劳认量你不干 生活会对得起你哦 一起加油努力吧 农业人养殖人 给大家谈心一下啊 今天是小哥第七天 太热烈了吧 呃为了控料和铜肾做准备 今天早晨四点就开始上料啊 不能吃的苦中苦啊 也不到最后成啥介组 我养着铺里面 最大的一个弊端 哎那现在养个好养点 不吐风天二点姜蒙眼 就是 我的这种疾病一般人都愿是 吐出药 但是我养个都是用最古老的方法 最土的方法 就是 为了主要还是为了咱们 下一步 控料 通顺做准备 呃看看我的鹅小状态 好不好 今天小鹅是第五天了 这第五天开始就是可以挑 残鹅了 小一点的了 若除了今天就可以都挑出来了 今天是啥样呢 就是比如说你当时因为 先没喝到水 完了 吃上料了 这样小鹅就会出现 狐屁股先样 那你就得把它挑出来 这样的鹅肯定是 养一养不大 再养几天它也是死 这时候就把那个 小鹅啊 差一半的就是挑出来 直接就不要了 不要的原因是有两点 第一我不想让它再多余吃 那些料了 因为吃它也长不大 第一它当时之路会不漏 会拖拉 第二它半到它也会死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趁小从小 给它蒙杀掉 可以直接就给它直接挑走了 就不要了 这样的话你 以后的鹅大小就特别均匀了 而且你也不会浪费一些料 或者是说 还去打针吃药 都得管 你不能因为这几个 残 如果病在里边 你会大量的投药 咱们还不如直接都挑走 就趁着 第五天开始 往后这几天 十天之内赶紧挑出来 现在弱骨全部都出现了 挑走 不要 通风 还是正常的通风啊 明天开始给小鹅做防疫 呃 今天是 要 为多为防应急 可能 西岸 城城上 有人 誓言不分 可能 要去 到大里 才算 爱得认真 可能 谁说 要 不一 尘少 走 完一生 可能 笑着 流出泪 看看我家小鹅现在的状态啊 刚到 已升温 进屋以后开始升温的状态啊 升完温以后就自己来回跑 这是温度正常 我的饮水是用的是作为 今天第一天用的是第一顿开始 用的是多种维生素 也别开口的水啊 呃 陆陆续续的 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弄啊 我给你以后看一下我的温度计 挂在什么样的位置 呃温度有多高 呃 我这 现在吧 今天有点忙了 因为刚把鹅整的好的一个状态上 温度也升起来了 那个有不明白的 就是可以看我视频 每天都会更新 每天鹅的状态 拜拜 好啊 看看上面这小鹅 床下 看了吗 床下一眨 这是几十公分的 我不会算啊 就四十公分左右 一眨多一点 温度在这儿看一眼啊 看到吗 看见了吗 哈 被此相外太苦虑 不想遇见这火灯 看了谁要 成长生有恨 哎哎哎 虎哥抓一个啊 生活万苦啊 就看你吃不了 吃了吃不了这种苦了 这是今天的小鹅 第四天了长这么大 看看大品种 小品种的鹅杂区分啊 就是看它的嘴 粗细就可以了啊 那个还有啊 今天我把这个料跑的 直接就给装上了啊 现在装上也会卡额 哎 你今天得看着点 今天是第四天也是开始通风的日子 呃 因为上午高级通风忙着看温度 就没有录录视频就是通风口的视频 呃 现在是通风打通风呢 你别看你中间这个咱们中间的这个温度 过道的温度 特别特别在高温棚 周开棚以后温度特别高 你所以说要感觉小鹅什么样状态叫 温度高了 你比如你有二三十只鹅的时候 张嘴有个一个两个无所谓就不算热 如果有一半那就是热了 就赶紧降温 但不能急速降温 急速降温容易感冒 如果是凉了呢 他就会哇哇吃一小山 就这样一小堆 都往一起聚 要是热了他就散了 散落了 像我的现在这种状态就属于温度正好 第四天注意的就是放风的这个温度 一定要控制好 细一定要细 而且你还要做到啥呢 你的整个这个长棚的温度多多少少 你要是看看听听鹅的 呼叫的声音 特别他呼吸的那个声音 是否有感冒了 或者伤热了这种现象 你听好 听一听 他凉 哪块温度不够 都可以看得出来 听得出来 还有啊 最近本来我之前视频也说过 谁别贬低谁 至少还有人说说啊 他为谁家料的鹅长七斤多 长六斤多 我想说的 麦额那天你过撑了 卖鹅那天你知道啊 卖给谁了 你知道啊 你说的话说的 如果我斤数不够的话 我会一直用这家的料吗 我会一如既往的 使用这一家的料吗 那不现实 哎呀 现在这人咋的 背后讲的人 讲的谁贬低谁 用这个打比喻啊 我镇大鹅厂 为了这些鹅 我的料好坏 我不知道吗 怎么去比喻啊 对不对啊 你能卖你点料 你卖你点料 你能抓鹅 你就抓你这鹅得了 天天说你这个 说三道四的干啥 说一天 还有那鹅苗的事也是 大伙都说对比 我跟别人比 我说你别跟别人比 人和人的出事的方式方法不一样 我就是我 我 不管是新手老手 养鹅 老手那咱比不了 咱主 我肯定不能跟老手比 但是我比新手 至少我入行几年了 我吃过亏上过当了 所以说你有些事情嘛 你听也好信也好 那是你自己的事 人咱们正大岁数上 都有个大脑 自己去思维 自己去考虑 谁真谁讲 事实上都会有一个说法 你不用说你 这现在养鹅 你吃亏上当 也就一回呗 对不对 吃亏上当 这一回你说 不可能就是说几百块钱 那都是几万块钱 还有啊 想返乡创业 想会农村发展的年轻人们 我喜欢这样性格的人 我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的技术 包括一些的健康的指导 都可以找我 我都可以帮助你们 因为我想 我们的农村会越来越好 人会越来越多 路就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我都不耐着 不要看温度计 看鹅的状态 瞧着温度 这个是我新发的撂草子 没有多少钱就没退 这样的撂草子 咱们养着库便买啊 这玩意不好使 使得不得劲 完了呢 这个是正常是这样是螺在一起的 我怕卡小哥的头 所以说把它翻开了 翻开以后放在这上面 整个满地都是料 有路你看就知道了 地也全都是料 这样是浪费很多 刚开始 头三天以后 咱上料炸上呢 也可以用咱们撕料袋的铺平了 往上撒 头三天也可以这么上 也可以就像我这样上 但我这样是不是比较浪费了 满地都是料 以后你可以看看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水槽子也是个问题 你当你你养鹅的时候 你这个小水槽子吧 你底下垫块砖 要不他一热了 他自己容易去洗澡去 一洗澡他就让人忽冷忽热 就容易感冒 最后细就是养鹅这个成长 比较有影响 这是我总结的第三天的经验啊 第三天我小鹅还是为了病毒药啊 开口的那个三天的病毒药啊 都是中药的啊 长期就是说有水 温度一定还是控制在30度左右 就人进来只要不超湿热 就可以 小鹅还是以高温为主 有点小胸脏嘴别七堆就可以 有什么需要问题我会及时更新喽 还有一个啊 最近大伙都说呢 你看问你养鹅你也不说 怎么养鹅 养鹅怎么能赚钱 或者我养鹅就想赚钱 我赚多少多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不现实啊 你得根据你自己的状况 如果你有二三十万 你达不留 你自己还是穿在兜里吧 能不干尽量别干 你想养也没有问题 根据自己的命运呗 有可能你养上就挣钱 也有可能你养上赔钱 各行各业都是 都在筛选着 经典嘛 你不能说所有人都养不挣钱 也不能说所有人养都挣钱 肯定有正有赔的 你看看现在我这屋里的热度啊 整个我的身上全是汗 穿着半袖 今天是小鹅的第二天啊 状态也是非常好 我会根据我养鹅的状态 把所有的事分享给大家 小鹅第二天 我是24小时给的第一顿料 饮了24小时的多位的水嘛 24小时后给的第一顿料 给的开口的药 开口药我用的是中药抗病毒的啊 根据也是不管是怎么说怎么做 都是根据你自己的棚舌 跟你自己现状去给鹅 怎么去做 包括地区差的温度也不一样 自己都看你是地狱还是床上狱的 都不一样 如果床上狱 通通一定在地狱 那就无所谓了 你超过鹅就可以 嗯 嗯 我就讲这么多 太热了 因为我们 要去给小鹅抽水了 拜拜 今天说一说想养300 500只的鹅的人啊 嗯 现在不到时间啊 等到5月份左右 4月份 4月中旬左右 草出来的时候 或者天气 能适合鹅在外边生长的时候 你再找我 我会告诉你 抓什么样品种的鹅 你想干什么用 还是想吃 还是想下单自己吃 还是留着自己下单 能慢一点啊 这样是的话 你跟我沟通 到时候我会给你找 脱单的鹅苗 不是脱单 说错了啊 脱温的鹅苗 就比如说我脱完了 你可以把它拉走 到家就可以养了 这样成活率会高一点 不要 哦 看咱们所有的问题 我将在后续 如果我在我这个鹅厂脱温的情况下 我在现场的情况下 我每次包括鹅做防疫的时候 我都会给大家发 视频 让大家看 包括 所有的一系列的东西吧 这是口味完 它吃饱喝足的状态 温度整好的状态啊 你这边还没吃完呢 还在吃 有人说我推利 有人说我 到底是为了啥 如果你养三百五百的只 这鹅的人 你不要 说考察也好 是来溜的好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接待你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来 给你解释这些东西 你只能看我的视频 如果说 你要真想养真想干了 干那个实业 能干实事 是干事的人 你来找我 我肯定全力以赴去帮你 而且毫无保留的去帮你 呃 所以说呢 就是说大伙吧 不要因为你想养个三五百只 我想考察一下 我想看一下 你不用看了 你也不用来了 因为我家 我也有我的事做 也有我的工作去干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给你解释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 我为做视频 只是 呃 为了我把我的 鹅的事业能 鹅 下的蛋 我主要是为了 卖我自产的东西 我自己做的东西 我不是为了去卖你苗啊 卖你料啊 可以用 我可以告诉你 我用哪个孵化厂的苗 你自己去谈 我用哪个厂家的料 我告诉你 你可以跟我同频去干这个事 但是这些东西 我不会掺杂着我个人的那个想法 去给你去做 呃 任何一个 呃 作为中间商来去做这个事 我不会做 我也不会干这些事 所以大伙一定要想好 看好看好人 看好人品再去跟谁干 跟谁去做 想好了 再说 来人了 我去接待了 现在这个养鹅航线啊 出现一个啥状态呢 就是 互相排挤 互相讽刺 呃 相互的 都说自己 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但是我说一句话 还是那句话 啊 谁也别去贬低 谁 谁也别去讽刺 谁 谁也别说 谁的东西不好 你最后 老百姓用到手 真正好不好 老百姓自己知道 你也不用贬低这个贬低那个 这个行业 你贬低的同时 你自己又高上到哪去呢 对吧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 想养鹅的朋友们 我 十几号又要到苗了 你可以来我这实地考察 跟着我学习 你不要说 问我 我给你交代的东西 和你实地 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怎么跟你说 也得根据你当时你养鹅的状态 你的鹅苗的状态 包括你盆水的温度 包括你管理的程度 才能去看你这个鹅能不能养好 所以说呢 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啥 你可以来到我这场地跟我学习 这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你要是不想养鹅就想咨询一下 我还想挣钱 我建议你那钱放在兜里就变养了 还是那句话 所以说呢 我要从到处开始以后 会每天更新一个段子 让大伙了解这个养鹅行业 到底赚不赚钱呢 我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啊 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现在就是大伙所说的这个鹅里边 所有的基础含量的东西 其实一点基础含量都没有 只是你看你自己心细 不细 你的 咋说呢 就是你所用的东西 你是不是真正的合格产品 是不是咱们想要的东西 现在养鹅价格这么高 我建议大伙 不要省 料钱 不要省药钱 能不 不要是说为了我想结缺的成本 我都多挣点钱 最后你鹅养的不好 呃 长势不好的话 你肯定是赚钱 但是你的管理好 有成果率才可以 价格确实很好 就是包括朋友想说你给我看见场地 我想养鹅 但是你说去最真心的一话 我希望朋友赚钱 不希望朋友赔钱 赚钱怎么都好 不赚钱的时候 他会埋怨你啊 你让我养的 啊 你跟我指导的啊 你给我整的苗啊 你给我整的料 其实这些东西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辞 不会找自己的原因 所以说呢 我的建议是朋友之间可以养 我可以帮助 你可以协调你 但是 你要是没有那个心细那个劲 没有那个吃苦耐老的那个劲 呃 没有那个就是亲自抓那个行动 你最好就轻轻放下 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现在挣钱太难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想返乡创业 每个人都想回农村 呃 干点事 因为现在整个的 原来是下乡 原来呢 叫咱说 城里打工 上城里 城里潮 现在都是 现在是下乡潮 都回农村创业 这个振兴乡村 这个确实一个好项目 门槛也非常低 但是 呃 你 最简单要 一定要先 呃 考察好 体验好 不要听任何人的呃 画大饼 都会画 这个饼画的特别人特别好 而且这个行业确实也是现在很好 呃 额价这么高 那肯定是赚钱的 谁问都是赚钱的 不会赔钱的 所以说 现在 你要想干 所有的成本也是增高嘛 你就要把自己这些呃 所承受的能力 要考虑到位 呃 我养三批四批 我就可以 这样是说 你还可以 赔一批我不怕 赔两批我不怕 赔三批我也不怕 第四批我肯定会赚钱的 所以说 就不要考虑我进来我就赚钱 进来我必须得赚钱 不赚钱 我干不了 所以说呢 嗯 我还是建议大伙啊 嗯 投资虚谨慎吧 这是特别是养殖行业 虽然说门槛很低 谁都能干 但是 其实他的 门槛 说低 不低 他 养殖行业还是很高的啊 呃 我只是给大伙提个建议啊 如果还想真正想养鹅的 可以来我场地 呃 跟着学习 这个 脱温 包括鹅的管理都可以 呃 我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的场 看看我这小鹅老欢出来特别好 就是 我怎么说呢 就是说养鹅最好的技术就是最简单的技术 也是最普通的 只要你在农村呆过 只要是你家有农村人 这个养殖行业就很好干 因为他知道你吃苦 吸气 就在几点就可以 如果还想 我就想养 我想好好养 那你就来我场地 呃 实际考察 实际跟踪几天 就是 我在盗苗之前你就来 等盗苗以后我会 我家所有的流程你都会看得到 也天天体验到 所以说你这个 就会不会考虑他说我不会养 我养不好 这个话以后不要说也不要问 问谁也不可能全部告诉你 就我把所有的流程给你了 也不一定适合你 当时的那种状况 对吧 我可以给你 就是包括每个鹅 到什么时期 什么怎么干干什么 这流程都可以给你 包括温度 所以说你根据你自己现状 你的鹅的状态来调整 你所用的温度 所用的饮水情况 或用料情况 还有你当地是什么呢 的料 是 为什么样能节省成本 或者你养多少天的鹅 像我养的鹅 几乎都是 载鹅75天出篮 125天出篮 还有一个就是我养的种鹅 就是我养的几乎就是在三种 因为我在现在养鹅是70天就出篮 全程是用料在棚里 等到夏天出草的时候 有草地我有林地 所以说我会用林地里边 让它吃草一份部分的鹅 减少一下成本 草原鹅 我们就会在那个时候养 因为现在没有草 你没有办法去养草原鹅 谁说咱也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就是根据你当地 你的地理位置 你当时的情况 你现有的情况 来考虑怎么去养鹅 怎么能把这个鹅 我能赚钱 如果说就是说 我想养个三五百只试试 或者养多些 你就别养了 还有好多朋友 我想我有家有果树地 我家里有月儿 我养个百八十只 这样是也可以 你就是说到我这来 包括现在这个状态 你抓走活不了 你等我能适合这个天气 出篷以外 早晨晚上能适合 现在的天气了 你再抓走再养 这样事的话 它成果率是高 而且你还能说 我不能白花这个钱 因为现在鹅这么贵 对不对 所以说 就是比咱们自身的现状来干 不是说你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我想一时头脑就加热了 我想养鹅去吧 养鹅现在都赚钱 肯定赔不上 这话 我肯定不会告诉你 养鹅不赔钱 肯定赚钱 我不会说 因为再好的行情 除非这个鹅 你一分钱不花 但是鹅是吃东西的 它是吃掉的 吃下去没有成果率 你还是赔钱 所以说 再好的行情 再高的价格 也需要你自己的细心管理 才能赚到钱 才能不赔钱 所以说大伙啊 那个有什么问题 我还会随时随地跟大家讲一讲 告诉告诉大家 对于养师傅定苗 不管你是经纪人 你还是指导老师 定苗就一定告诉养师傅 这苗是哪的 什么样的 一定说好 不要中间出差错 这样是到对谁都不好 因为这里边谈着就是受药 手料 饲料 饲养员 这些管理都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包括你说你来的时候苗不好 你说饲料有问题 但是你说这些问题 别人家都在位也没有问题 请任何人不要贬低任何一家 工化厂 也不要贬低任何一家饲料厂 也不要贬低任何一个指导老师 每个人都不容易 都在牙缝中 就卖点钱了 咱们才能挣 因为指导老师也是 你给大家要出去跑 看额也没有状态 你挣点钱也不容易 饲料厂也是 挣点钱 因为业务员生命气 也不容易 包括你经纪人 你卖点额苗 也不容易 因为咱们都是甲缝中生存 所以说我们把自己做好 做人的一本 让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走正 行正 行的正 走的正 你才能走远 你这条路才能走好 你大伙还都能赚点钱 请大家谁也不要贬低谁以后 你去解个蛋了 赞无人欣赏也为自己哭笑 我在这生命意下 我养的是 宛普的总工 三花蕾和母稳家在一起 叫苦三 鹅苗出的叫苦三 再有一个 我跟所有最近接电话的朋友们 聊天我视频的朋友们说一下 我不跟任何人合作 我也不搞合作 因为这样坑的不是我 是你们 因为你如果离我的鹅巢 附近的情况下 离我近的情况下 你可以养个百八十只三五百只 这样我突然问你回家去养 养好了可以给我送过来 我卖鹅钱一起都可以带走了 这样都可以带着你们一起去赚钱 但是你想让我跟你合作 咋说呢 合作来合作去 最后合作去 我 羊猫出的羊上是咋来的 所以说我不搞合作 如果大伙想了解 想要养鹅 你如果手里没有 足够的这个玩意 暂时 现在鹅价这么高 就先别碰 特别是没有鹅棚的人 主要你有鹅棚 有场地 有人 那你可以去干 现在虽然说价格 价格在高位运行 但是应该也能有问题 因为它是鹅的 卖鹅的鹅价也是在涨的 都是这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这几样都没有 想再重新建庞 再租场地 我想挣这个钱 我不建议现在入手 等啥家鹅 一批温肉了 鹅蛋 从这儿吃了 那样的时候 你再看看 出的低谷的时候 再入手 这样是你能把你的 不会的经验 你也能学了 因为那是成本第一 等你好的时候 你也咬鹅咬好了 你也能挣钱了 我该去剪蛋了 我刚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给我打电话说鹅苗26 全程技术指导 全程免费摄料 还有全程给做免费做防疫 我想知道你那26块钱鹅苗是啥样 都啥年代了 咋还能信这个呢 我不知道咋想的都 现在经济正发达 这个视频正发达 多看看我的视频 多了解一下养鹅界的这些猫腻 水有多深 你养鹅挣不挣钱 得看你自己 你不贪那个便宜 你不上那个盗 你不就能挣钱吗 你非得上那个盗 你感觉天上都能掉下饼 可能吗 现实吗 都白给你 你养吧 差钱来你不给你钱 好使吗 现在农民 咋说了 老百姓欠你钱 好整 你要是老百姓 你要欠老百姓钱 那要是太难了 现在 要钱 那不赶 叫祖楼 都要不回来 但是老百姓钱 你一整钱 老百姓不差钱 但是你不能坑老百姓 这老百姓钱可以 但是你别坑 别误导老百姓 现在整个出发 多少钱呢 十多块钱 咱说高价 现在今天算 也就十六十七这样买 对吧 你整个二十六十块钱 干啥呀你 你太黑了吧 就这样的啊 五波也好 是那个老师也好 自己 要干自己对得起良心的事 不要自己 以后 不说了 傻样 你又可以下背的鸡点得吧 别这么坑老百姓了 都说房巴掉馅饼 没有这样好事 这些好事就砸到我头上了 你说 哎呀 咋的坑啊 我给你讲讲这经过吧 这说来话就长了 这是98年 哎呀 不是18年呢 98年 你说错了 18年 我家 我弟弟给我打电话 说镇长 我们当地国镇长 说咱俩去考察 那儿去 也看啥样 要不没事 你家里 我弟弟也呆着 我说行啊 去吧 就这样 我几个 他们到我家 完了 我开车 我几个到的机场 到机场坐飞机 就去到延城 真是好事 给你报销机票 给你开房 住房 真的 这些钱都没有你花 直接去的 当时去有车接 接到地方 完了 给我们开的宾馆 我们在宾馆 然后到他的复发场 就谈这些事 就考察嘛 都不看看嘛 都看了 这给人家有点土地 但是是谁呢 我就不在这里公布了 我还有他照片 有他家的业织照 去了以后呢 说这养额多少钱一只 也不跟你说什么事 你说这多好个事 说养额又保回收 保长多大 给你盖棚 给你饲料 真好事 我说这真是方法掉下饼 干嘛咋给我扣住呢 这事 心里犯合计你 这头一天 第二天我们就去他厂里 又带我们溜一圈 看看额厨 但是复发场他不让我进 那现在想起了啊 这几年我知道怎么回事 他那复发机压根 就没启动 连动都没动 他哪有除那厂呢 整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厂了 现在看那压根 就不是复发场 就属于 现在讲话了 就叫裸黄牛 弹着 弹完以后 您就签了一下了 我说签 他要是多签 我说不签 我不整 我认可我这机身 自己花也不用他给我报销了 我也不干这事 这有点圈套了 这说这个镇长说 没事 他想着 他当时订了一千只 我弟就说 那我不订了 我说我不订 我弟说 那大姐咱订五百只 试试吧 就这样 一共订了好像是 是一千五百只 是一共两千只 我就忘了啊 这时间太长了 订完以后 签协议都签好了 等要走苗了 告诉你 第一针地打 打这一只五块钱 其实这些就是 包含他往我东北来送的车费啊 还有油费 他肯定都家里了 哪有这黑的 我说那不要了 报警 报警当地也保护这样的人 你就就是当地 政府也保护这样的人 坑门管片 对不对 咱说这是坑人嘛 这就是一个大坑嘛 给咱挖的 对不对 啥都给你好处 好处完了 让你上套 套完了 给你套上 就镇着 就拉回来了 就 我弟弟就咱等着 跟着车回来的 回来把这厨都卸到家了 镇长家这个一千五百只 这一千只啊 就都算全金覆没了 到家没几天就全死了 我家还剩点 就五百只 我弟弟就整个小盆 他来给盖的棚啊 整个小盆一阵风全刮跑了 完了 给送的料 那料 鹅也不吃着都扛 还不如自己家包米 反正就是一点人养 养完了以后 回收也不会收了 打电话来说 我收 来技术院吗 来 我这鹅都死了 你来人啊 对不对 技术指导吗 谈的好啊 就来了 看完一天 第二天 说对不对 这鹅都死了 咋整个 第二天人没影了 跑了 也找不到人了 咋整个 就认倒霉吧 这就是我 刚要走入跨行的 跨行业 进入养殖行业的 第一个坑 第一张馅饼 让我就是这么吃着的 我这 没办法呀 鹅最后 想卖 卖不了 因为剩 好像当时剩300多只 是400只 我就忘了 完了说卖 卖 找谁呀 找谁也不去呀 当时 锦州团厂 去了 没给人钱 说给 八个都欠一斤 那是七个都欠一斤 因为少嘛 现在明白了 少不给不上价 完了过几天 就有个人也给收走了 我说这坑太多了 这人 这王国这人不认服 不认输 我没招 我妈的 我不行啊 这不行 这他妈受这骗 受这坑呀 当时就行 怎么整 把这事整回来 等我 下期给你讲 我下坑 咋说的 啊 我终于杨康了 今天还有最后一针 就打完了 自己给自己化了一个妆 让自己 心情愉悦一点 不管给谁看 能给自己看 心情也会很美丽 瞅着自己 化妆也挺好看 因为这么多天了 一个月了 没化妆 也没怎么洗头 洗过两次头 还不敢洗 怕再 有问题 所以说我在这里 再劝大家一句啊 不要去存药了 用这些药 是有需要的人 留给有需要的人 你存在家里 有些药 你存上也吃不掉 对不对 像我家是 刚开始都害怕呀 因为家里有老人 存了一箱 这两碗 情况的胶囊 最后 我吃了两盒 没管事 没有用啊 所以说 现在说 大家说 坏肚子也好 是 再有什么 医生菌也好 我建议大家 没必要那么去存药 你有病了 肯定有人给你治 肯定也有药能治 因为这药是 也是 不是像你想象的 那么去 所以说 不要去药店抢了 也不要说 去存了多少 没必要 真的 我这次 我的前车之鉴啊 真是我 感觉 存这些药 一点必要都没有 当你有生病那一刻 当你严重那一刻 你还得去医院 而且你得听 大夫的咱们去治 你才能好 我不就是 大悟了吗 对不对 所以以后咱们 就是把药 留给有需要的人 咱们没 没啥事的 就别存药了 存药真的没有必要 真的 完了 我从明天开始 就是开始 做小视频 把所有养额的信息 通过视频的渠道 分享给农民 朋友们 因为农民朋友 所有都是 所有的信息 都是来自于视频 因为现在 农村看电视 有点少了 也是都刷刷 某一某宝啊 或者说 这些 所有的短视频渠道 所以他们的 信息 只有通过短视频 的这种形式 能最快的 到达农民朋友手里 让农民的 好朋友们 了解到最新的消息 和最新的养额的知识 因为我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用钱赔出来的 所有的入的坑也是 养额这几年 几乎就全赔钱 所以说 从明天开始 我分享养额经验 怎么去用赔钱了 怎么用扭亏为盈 我想问问大伙 就是这次 都得了小羊羊以后 都一个人 谁也没用 谁次用 一个人挺过来 得有多少人 特别是一个 单身的女性 喝热水要自己倒 饭要自己做 真要自己打 自己扒针 自己换药 医院排办号 你就得回家打 回家打 就自己扒针 自己换药 昨天我姐过来电话 跟我说了一句 说你看 之前我们没人劝你 你不行找一个吧 你看那个 这难受是谁管你啊 你就跟前都没个人 没人陪着你 万有啥事咋整个 你说打个电话 我们去都晚了老远 你还得农村 你不幸找一个吧 我在合计 你说这个找一个 有用没用啊 我想问问大伙 你说一个人好啊 还是找个伴更好一点 评论区告诉我 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 也是以这个真迹开头 但是状态很好了已经 脸不那么红了 坐着不怎么喘了 你看我现在状态很好 但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 就是啥呢 今天要分享一下 2023年零时我接到的第一个祝福 是来自于我儿子 第二个祝福是来自于一个 好朋友的姑娘 真的孩子们长大了 也发现我也自己也变老了 还把自己当孩子一样呢 但是当孩子给你祝福的时候 你感觉自己年龄大了老了 但是呢今天阳历年 虽然说我一个人在过 但是我也想吃饺子 包饺子 其实咱在2022年这一年 还有这三年的疫情来讲 我一个朋友说的啊 借用朋友的话 扑着洗头成疗效了 在三年的疫情 能真正见识到朋友之间的 什么叫真情了 真是这三年的疫情 把人性演变得淋淋尽致 有的怕招生离你远远的 包括夫妻 包括孩子 有的是 全力以赴在陪伴 爱护和照顾 有的是离你而去 离你远一点的 凭怕再招了 所以说呢 人 你能体会到人性 一定要把自己这个心放正 不要考虑太多 让自己以开心为主 真正的那种 大说念 把真情实义都给别人 也多给一点自己 多爱护一点自己 祝大家 2023年 有个好的身体 有个好的事业 希望大家开开心心 每一天 我跟你说 这进了羊圈 就别大意啊 这咱也不知道咱都啥猪 我这就大意了 我这就算前车之鉴呢 我给大伙说说啊 咱那个 都引以为见 没事 赶紧去拍个胸片吧 我是 感觉自己 这小羊没咋地 就是一朝一落 三天两天 没啥事 也没疼 也没烧 就是咳嗽 也没谈 空咳嗽 空咳嗽 好了 你就说洗头 说没事 我洗一头 也不当是洗头的事啊 是我又二次痒上了 也不知道 隔了两天就开始 空咳嗽严重 吐啊 都咳嗽就不行 这晚上睡不着觉 只能 要不鞋养着 要不得坐着 待着能好受一点 心子也没啥事 咳嗽 吃点止咳药 吃点药 能好 完了 心子去医院吧 咱说 都说劝去医院 拍个片吧 万一有事呢 去医院 到医院 一瞅着人呢 给我吓回来了 全人 排不上号也 我就回来了 回来这两天还不好 我又去到医院 一瞅着 晚上去的人还这么多 我说不行了 他就回来了 我说好点不打咳嗽 我说不打咳嗽了 没两事 回来吧 又停两天 这停两天 实在不停不住了 这咳嗽喘了 气老不够用 老感觉气不够用 但没事 昨天去拍个片子 赶上晚上去的 还没带 拍个片子 咽个血 今天早上 告诉我 轻微有点肺炎 完了那个气管 也有点严 赶紧打枕吧 打七天 再拍个片 你看这不打上来 这些一天天的 这2022年 结束的这一年 最后一天 到点没挨过去 没挺过去 扎上枕了 就是大伙啊 如果有喘呢 壳子不熟这样子的 赶紧去医院 拍个片 看看你的肺炎 有没有问题 那个气管 有没有问题 趁早至 别等年根底 大过年 过不好年 咋整呢 真的 我就是告诉大家啊 我是纯牵扯之鉴 可别犯我的错误 一腾再腾 完了咱这也是 我这 哎呀 没找 以后给你发照片看 没地方打针去 找个地方打个针 在车里开车 扎针 自己开过来 其实挺危险的 别这么干 没办法 是不是 一个人啥都得 能扛得起 干得下 咱们都 2023年 希望大伙都是 多爱护自己一点 多保护保护自己 千万别二次养 别再招是这个 这叫 咋 啥猪啊 咱这猪干不过呀 真干不过呀 早感觉 自己 这个身体挺好 其实猪一招是 真不行 这给你 这说放倒就放倒 真挺害怕的 就大伙没事 就是排个片子 要是白天人多 赶上晚上去 也行 排个片子看看 就特别是咳嗽喘 去看看 别像我这样 自己一个人扎针 一个人上医院 没办法呀 等到最后 去晚了 要提前打针 你提前上医院 你不要好一点 别拖 有病 感觉自己不好 赶紧先去拍个片 祝大家 2023年 有个好的身体 最近拍段也不到拍场 这行人拍拍我的经历吧 怎么走路养个行业里边 怎么回到家乡呢 怎么开始一步步 从赔钱到盈利 怎么能把额 从虫片 从推牌 到能把额养的 伤亡小 管理好 就是遇到的所有坑吧 包括你的养额 建棚的坑 进厨的坑 受益的坑 卖额的坑 就是现在这老百姓 来点东西 真的 你不小心 不定地入到哪个坑里边 但是这些坑 你得怎么说呢 咱得一步一步 一步一个脚印的 看看怎么去走 怎么去做 从下期开始 我就将我的人生经历的回乡 创业 养殖大额的所有的 我用钱买到的经验 包括我受到的挫折 入坑 我会慢慢地分析出来 慢慢地给自己留一点记录 让自己以后 不管干什么行业 不要再入坑 不要再进坑 避免这些坑的发生 这样的一个损失的 就是你的钱 对吧 咱也不能说 没有那么多资本 咱不能跟资本市场 包括你养猪的 你看趋势 看行情 预计 咱不会 咱作为老百姓来讲 咱不会预计这些东西 买去挣钱呢 买去赔钱 什么时候挣钱 什么时候赔钱 咱不知道 所以说呢 咱要就是 要把额 怎么样去 能让咱们的利润更大化 损失更小化 下期 见分枪 今天我想打算 啥事呢 就是二十年前的老爷们 和二十年后的老爷们 咋又同样的犯错误呢 法治社会 坚持到这种程度 还犯同样的错误 都咋想的 都是 自己没有媳妇 没有妈 没有儿女吗 都那么生活八道吗 说生活八道 都侮辱生后 就现在这情况 我看 哎呀 真的 我气得都 别说了 好几天没更新 今天想着更更新 因为之前吧 就不用准备 在家乡干点小事 振兴振兴乡村 我也出把力 也就压力比较大 想的事比较多 也就没有更新 一看着唐山这事 我就回想起 我二十年前那事 二十年前 其实是我一个小朋友啊 好闺蜜 也是遇见过同样的事情 我们两个女同志 也是我们两个女同志 是我们下班的过程中 有人给她打电话 说请她吃饭 她说 哎 她说那个 有人给我打电话 这好可奇 说非得要请我吃饭 我说咱不认识 就当开玩笑呗 不然不认识 去干啥呀 走咋回家吧 刚到店门口 来了一帮大老爷们 那这家伙 那有两个老爷们 那拽 就把我围在外边的 来 两车人 他就逮 那里边就给我闺蜜一顿揍 我爸也等进不去 那你说啥没有 那下巴点 就一个包 啥也没有 完这些老爷们上车 开车就走了 我这边抱着警 那边送她去医院 警察说 跟前也没有监控 抓不着人 在当时 二十年前的治安 这是在辽宁 等我给她送到医院 安抚好以后 她说没啥事 我回家的过程中 我走到路的时候 我又接到个电话 我就说这帮人 得有多厉害啊 都能查到你电话 给我打电话 小鼻仔子 你哪那么急不欠呢 你是不是也欠 你到哪呢 我现在揍你去 怎么怎么听 当时咱说说这个人啊 这个人是在社会人 叫社会人啊 是一个社会人的哥 这个咱也别说 点名到姓了 人已经孤去了 就人不作 不会死嘛 就是 孤去了啊 就让我唐山人事 回想起这事啊 我就回想起我当时的事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来吧 我咱哪哪哪呢 我说你最好 你多带点家伙事来 我说呢 虽然说我们是农村来的 但是我们不怕事 要不就你死 要不就我死 咱俩就干 你别打我 打我的 让我有口气 我就整死你 咋的小鼻仔子 你还跟我顶嘴还干 我说来吧 就这其实咱心也没理 也害怕 但是小我那时候 也不知道什么叫怕 就正整完 当时我就给我 就是我一家 打我一个哥 也是当时讲 就叫社会人 打电话 我说哥呀 不知道谁 又打我 给我朋友打了吧 我给我朋友送家 就说我欠 他要打我的还有 我说了 他打我 干 他给我留我去 我就整死了 他说谁呀 你把电话发过来 我把电话就给他发过去 发了他一打 他一说 这一说那时候 我这这 我就说躲过一劫 晚上呢 就大伙叫姐弟 吃饭又喝酒的 要我那小妹就平息 了事 就不能追求的责 但这不就说这事吗 拍手还不管 当时那个时候 就是治安特别混乱 二十年后了 治安这么好 而且扫黑除过这么多年 过去了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他们身后保护伞吗 是他们当地的治安 这么差吗 真让人联想的太多了 现在就这些联想起来以后 我们女同志还敢出去吗 是不是以后女同志出去 都点点三脑 他去闹啥的 直接干骨折子得了都 这些老爷们 不就欠证吗 还欺负一个手务寸铁 那么多老爷们 打个两个女的 还有女的帮忙 你都咋想呢 真的 为什么骂你们 生后都侮辱生后 真的 现在我们只要求啥呢 我感觉啊 现在啊 大伙都是说也好 是啥也好 就希望这个事能公平公开的处理 一定公开化 怎么处理他们 他们到多少年 是以社会形式 是以什么形式 公开于社会 让社会得到一个安定 让女同志出门啊 吃烧烤也好 干啥也好 有个安全感 别一天提心刀胆 那出门都害怕呀 现在真的 大伙都小心点吧 注意点安全 让社会给咱点安全感也 今天我还想打听点事 打听我 打听我这帮朋友们 还能有多少人 支持我在农村创业 还能有多少人 帮助我在农村创业 最近我又 又有一个选择啊 选择啥呢 又开始建筑 因为我回家三年 建了三年 今年是第四年头了 第四个年头 还在建 也不知道我这到底 什么时候是个头 但是在建旁和我 回农村来讲 有多少个朋友 能义无反顾的帮助我 和义无反顾的支持我 还有多少陌生人 在默默的帮我协调 帮我 做好多好多 让你省钱的事 真的 只是一个 生意买卖上的一个人 能这样一无反顾的帮助你 使你 使我现在真的很荣幸 都在帮我 我 一个农村人 无学历 无能力 能深受 大家的这么的 喜爱和爱护 我身表荣幸 真是 我将马上面临着 第二次大规模的建筑 我希望这次的建筑 不管是 谁能支持我 或者来帮助我 我身表感谢 但是我将 用我的成绩 来回馈我当地的政府 当地的 家乡 也让我自己 在我的家乡 创出一片天地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最后还有一个 小小的问题 我想为我的公司 起个名 哎呀 我昨天打了几个电话 好多朋友都跟我说 你叫额坚强吧 永远打不倒 后来想想 还有人说 给我起个万象 虽然说是 包含了很多 但是 以我的事业 真的 有点不着边 所以说 我想起一个 叫 一只鹅 一亿两亿的 一只鹅 起 你说 大家这个名 好不好听呢 征求一下 大伙的意见 评论区告诉我 好不好听 还可以起什么样的名字 比较好一点 一只鹅 生态 牧场 这是我想起的名字 也不知道 这个名字好不好 有没有寓意 有没有懂起名的 也帮我参考参考 谢谢了 今天呢 我不打听事了 说说我自己吧 最近听的风言风语 很多 有些人天天 记咋咋咋咋的 天天记咋咋咋 说你 哎呀 回农村了 不行了 干那玩多苦啊 你那个也不挣钱 别干了 你手里就那点钱 别花了 花没了 你咋整啊 就是你别干了 那玩意就是赔钱的货 不挣钱 干农业 你没有几个挣钱的 还不是不干 我想说的是 我现在回农村 我现在回农村 至少我能自足 我能快乐 我能心情舒畅 吸收着新鲜的空气 吃着纯绿色的蔬菜 纯绿色的粮食 我想杀只大鹅 我就随时就可以杀只大鹅吃 杀个鸡 我随时就可以杀只鸡吃 我不像在城里那样 是天天端着银碗 看着银脸色 还得受着这种窝囊气 还得遭着不为人知的那种罪 真的 所有钱都没有那么好挣 没有那么好赚的 但是也要 要自己喜欢的事去干 有自己爱好的事去干 不能别别去去委屈自己一辈子 至少我干的事 让我自己不会后悔一辈子 我给自己的下半辈子 不留有任何的遗憾 有的时候真的 你不遭点人罪 你不受点人气 不受点那种侮辱的气 你哪能活出精彩的自己 哪能用你所想的这些事情 换来你平庸快乐的生活呢 我还想打听点事 今天打听点事 向谁打听呢 向世界卫生组织部 这咋又出了一个猴豆病毒 这病毒是真是从猴身上传染过来的吗 还是来源原因到现在是不是还不明确 不知道咋传染呢 听说这晚上致死率挺高 而且传染几率都是在40岁以前的人 老年人传不上 这新冠是传染老年人 这猴豆传染年轻人 这要人文风丧胆 这年轻人我们是新冠没躺平的是农村人 真是新农人计划呀 还是农村创业人员 他们没有躺平 这猴豆来了 应该也农村人也不怕呀 因为我们有吃有喝有地重 有活能干 也不会躺平 而且阻断病毒的几率也是特别高 特别大的 因为好远一个村 我们不流动 不流通 你想传染我们 门都没有 我告诉你们 草豆病毒 离我们远一点 传染不过来 今天我还得打听点事 打听点啥事呢 就说河南吧 割青小麦 我作为农民来讲 这个事怎么说呢 你成年人说我们要保护粮食 那你考虑 考虑我们农民人的感受了吗 我们把粮食卖给你 你们加工成饲料 或者加工成小麦 再卖给我们 卖给农民 农民为了割小麦 也是为了一种生活 就比如说我现在养鹅吧 那我种的粮食 我肯定要以我的利益最大化 我在收割之前 我肯定要为我的鹅 给我的鹅吃青土 这很正常不过 或者我养牛 我得为牛考虑 我得要我的利益最大化 我得赚钱呢 不赚钱的话 我们的人生保障哪有 我们没有退休金 我们没有劳保 我们还没有医疗保险 我们农村进医院 只要进医院 现在有大病 马上就返贫 根本都治不起 有的甚至治不了 不治 回家应挺 几乎都是因为有一场大病 几乎全部返贫 你说他为了卖点青醋 或者是养点小养 小养殖 养点牛羊 养点鹅 为了是更好的去生活 更好为自己的后路做打算 老了有钱花 有病了 有钱治 现在是农民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那我们卖青煮 还犯法了呗 你城里人咋的 你城里你一个老宝 你想吃饭了 现在你想起农民人了 农民这些的苦谁知道 种点地 你们拿去买去 收去 这些资产 你说农民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